12月26日由董董导演指导的喜剧电影《财迷》在宁波开放媒体探班 这部电影是继西游记之后 师徒四人、六小灵童、马德华、刘大纲、汪月等首次在大荧幕上重聚 财迷从字面上看好像是求财 但实际上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 影片中的父亲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做 甚至可以去菜市场卖菜 谈到师徒四人的重聚 马德华老师难掩心中的激动 这是一种期待 因为我们西游记拍完了以后 真正说师徒四个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不多 前几年我们曾经拍过一个那个那个 冯承恩 西游记小说的就是 对那个时候聚了一下 现在呢等于是来到了这个猴哥的老家了 等于我们也回家来看看 这样就聚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很这个欢快的时刻 六小林同老师的猴哥形象也深入人心 此次的电影他将颠覆原有的形象 饰演一个财迷父亲 因为他这个是这个整个剧情 更多的还是体现我们当代 就是一个家庭人物之间这样的一个情感 那么他的背景是在就是前几年 就是超级非常热的一个情况下 很偶然的情况 从一个菜籠卖菜的 这样变成了一个千万处乏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各个方面的 各种有趣的一些情节和故事的出现 所以我想因为这个里头的戏 所有的人物 跟西游记当中的所有人 说的这些商业上 这个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